他航武出身 曾是北洋军阀 担任过江苏都军 苏瓦干巡悦史 1937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他便捷投敌 沦为汉奸 在韦华北政务委员会 官制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为配合日军以战养战策略 他如何将五万亩粮田 低价卖给日本 建设军粮基地高离圈 著名军阀吴佩孚惨遭谋杀 他为什么被指责为 杀害吴佩孚的帮凶 最终他又为何成了 华北汉奸集团中 第一个被枪毙的大汉奸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将为您讲述 审判军事大汉奸 骑卸员上级 投日卖地做帮凶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为大家讲 审判华北地区军事巨奸 骑卸员及其下场 抗战胜利后 军统北平区的区长马汉三 以老板戴笠的名誉请客 在北平的北兵马司一号 大汉奸汪世景家里 设了一个鸿门宴 又补了华北地区 一批特任级的汉奸 其中就有 委华北治安总署的督办 委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骑卸员 1946年5月26日 由国民政府司法部下令 将这个委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一个是王英泰 经济总署督办汪石景 治安总署督办旗舰员 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 委济东防供自治委员会的委员长 尹汝库等14名大汉奸 由军统局区长 就是马汉三亲自押解 押赴南京 我们知道汪伟集团 第一个被枪毙的是妙兵 在华北方面 第一个被枪毙的 就是这个骑卸员 这个骑卸员呢 是个什么人 他是怎样做汉奸的 又干下了哪些呢 破国殃民的事呢 我们来扒一扒 骑卸员的发迹史 骑卸员呢 1884年生于直立 就是今天的河北 在宁河县 从小啊 刻苦读书 是个学霸型的人物 他十年寒窗啊 自以为啊 考个秀才 考个举人 甚至啊 考进士都没有问题 没想到呢 他到县里参加 考秀才的时候 就出了问题了 清代有这么一个规定 凡是昌优历造的子孙 三代人是不能报考的 昌优嘛 就是昌纪那一类的人物 历造呢 就是衙门当中啊 干过差役的这种人 就属于历造 骑卸员他的父亲呢 就在衙门里干过差役 所以他的报考资格呢 就遭到了乡人的谴责 就爆料 幸亏他的老师呢 这个人的气场还是比较大 经过多方面的疏通啊 最后呢 压服了其他的考生 骑卸员呢 才得以呢 蒙混进入考场考试 发榜之后啊 果然考上了秀才 但是没想到呢 两年之后 就是1905年呢 清政府宣布 终止了一千三百多年的 科举考试 这样呢 也就终止了平寒子弟啊 走仕途的这个念想了 在这个时候 骑卸员就七文头五 报考了呢 北洋速成学堂 就是保定军校的前身 1909年呢 骑卸员毕业了 被分配在北洋呢 第六镇做见习的排长 很快就升为了管带 就是营长 之后呢 又被选拔上陆军大学 当时的陆大呢 是国内军事学府 他毕业以后 历任过第六师的参谋长 江苏都军的参谋长 在这个江苏都军 被杀了以后呢 继任了江苏都军 见苏万干三省的巡越使 就类似于呢 清朝的总督这一级了 1925年呢 这个奉军 张学良和张中昌 从金浦县南下 进攻江苏 骑卸员呢 抵抗不住 兵败下野 后来就在天津的英租界 做了羽工 1930年五月份呢 他参加了冯玉祥 燕锡山李中仁 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 出任呢 江北招服使 他讨伐蒋介石 到这一年的十月份呢 这个反蒋军啊 被蒋介石打垮了 燕锡山啊 冯玉祥这些人都宣布下野了 齐谢元呢 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 他就躲在天津的英租界里 就不敢出来了 1931年呢 918事变以后 日军占领了东三省 并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 1933年呢 长城抗战呢 中国军队失利了 于是呢 和日本方面呢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唐姑协定 承认呢 日本战友东北三省 以及包括热河 并化呢 隋东 查北 济东 这个地方呢 为日本自由出入的地区 1935年5月呢 日本华北驻腾军的参谋长 九金龙 和日本大使馆的武官高桥 他们呢 指责中国方面呢 就挑起了河北事件 威胁呢 要进行自由行动 这个河北事件怎么回事呢 就是唐姑协定啊 规定 这个长城两边呢 各有三十多里啊 化为这个非武装区 有一支抗日的部队呢 进入到这个河北的中华县 他得到了当地县政府的接济 所以日本就抓住这件事 说中国破坏了唐姑协定 当时呢 北平军事委员会 分会的委员长呢 是何银青 他和呢 日方梅精美之郎 进过谈判以后 就签订了和美协定 中央军呢 撤出了华北 北平这个军分会啊 也撤销 国民党 河北的党部 还有蓝一社 统统撤出 华北地区 取消呢 在华北地区的抗日活动 中央军呢 撤出了北平 当时呢 北平最高的军事机构啊 就是 军事委员会 北平军分会 当然 在日本的要求下 这个机构撤走了 这种情况下 宋哲源的第二十九军 就从叉哈尔 就是张家口地区啊 进驻到北平 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叫做 继察政务委员会 宋哲源呢 就做了 继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就在这个时候 齐瀚源 就进了继察政务委员会 当上了政务委员 总算呢 又混进了政界 因为齐瀚源呢 长期和日本人打交道 他的儿子呢 齐鸿麦啊 又是日文翻译 在二十九军当中呢 他当了一个参谋 当时宋哲源的二十九军呢 经常在这个 丰台这一带啊 和日本驻层军 双方发生摩擦 这个时候呢 就齐家父子呢 就成了和日本谈判调停的 这么一个关键人物 1937年 七七事变之后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齐瀚源看到 北平天津很快隆线 他认为 中国打不过日本 信奉抗战没有出路 这个落魄军阀 一经日本人拉拢收买 立即便捷投敌 那么在华北伪政权 组建前后 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为配合日军 以战养战策略 他如何将五万亩粮田 低价卖给日本 建设侵华日军 军粮基地高里圈的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将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军事大汉奸 齐瀚源上级 投日卖地做帮凶 1937年 七七事变以后 就在这一年的下旬 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了 日本的华北方面军 认为应该筹建一个伪政权 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 12月7号 华北方面军他的特务机关长 叫喜多成一 他决定了以王克敏为中心 把当时已经网络到手的 王克敏 王毅堂 朱深 齐瀚源等人 这一般汉奸招在一起 在北京饭店成立了一个 政府筹备处 对新成立的政权 各项事务进行了具体的筹备 12月13号 松井石根指挥华中方面军 攻占了南京 日本方面看来 中国的首都南京已经沦陷了 所以成立的新政权 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 日本方面就立即命令 王克敏等人 在第二天 就是12月14号这一天 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当天上午在中南海的居人堂 就举行了伪政府成立仪式 当时由于没有物色到一流人物 总统就没有合适的人选 只好把总统的位置空缺下来 这个政权的主体 叫做行政委员会 行政委员会下面 又设置了行政 治安 文教 司法 政绩 五个部 王克敏 任行政委员会的委员长 兼行政部的部长 王一堂 任了政绩部的部长 朱深 任了司法部的部长 在一群文件当中 只有旗舰员 是个航母出身 他号称自己是董军事的第一人 因此出任了伪治安部的部长 在此期间 旗舰员率先带头 将宁河这个镇 西关这个地方附近 有18个殿户村 5万多亩土地 低价卖给了日方 让日方建立了高丽圈 这个高丽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顾名思义 高丽就是朝鲜 就是朝鲜人 在中国的土地上定居 老百姓呢 就称之为高丽圈 这个高丽圈是干嘛用的呢 它就是专门建立起来啊 生产水稻的军古农场 专门呢 供应日军 食用的军粮 日方呢 利用朝鲜 种植水稻的这些经验 安置了4300名的朝鲜人 建有23个高丽囤 日本标榜呢 这叫以战养战 这是模范农村 所以当地老百姓呢 就称这些地方呢 叫高丽圈 这个高丽圈呢 正是日本侵华需要的产物 根据呢 中日经济提携的规定 要是华北永远保持清日的态度 日本需要的战争资源呢 都要在华北地区呢 来进行开发 1937年呢 华北沦陷以后 为华北临时政府呢 随即成立了 为了配合日军的以战养战 就需要建立呢 这个军粮的这些基地 齐县源呢 就把这些土地啊 出卖给日军 建立高丽圈 就是帮助日本呢 完成所谓 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 由于呢 齐县源开了个坏头 紧接着呢 在1938年 日军呢 相继 就在这个宁河附近呢 圈占了很多农场 占地呢 大概有五万多 这些这个农场啊 生产的稻米 全部运到宁河县的卢台镇 由日军设立的 军股统治公司 统收统治 然后呢 再运往日军在华北的各个部队 但是呢 齐县源对日本来说 最大的功劳 并不在于此 齐县源呢 出任伪中华民国 政府的治安部部长以后呢 就表示 要整顿 北平 天津 青岛 这三个市 以及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四个省 这个警察和保安队 以确保啊 日战区的治安 齐县源提出六个字 就是星学 建军 剿共 这六字方针 齐县源先后建立了 各种各样的 伪军军事交易 机构 这就是星学 齐县源呢 会适应日本对华北的治安的要求 利用多种形式呢 来办学 训练伪军 可谓啊 用心良苦 有一次呢 他在这个伪军的一个教导团呢 举行这个联合的毕业典礼 这个仪式上 当时日本呢 就是华尔北派遣军的司令官 钢村宁次亲自到场 齐县源呢 就当着钢村宁次的面 在讲话当中说 中国的军队的历史上呢 从来没有这次建军呢 准备的这样完善 应该呢 感谢我们的日本朋友 齐县源带头建设 侵华日军军粮基地 资助日本侵华 积极培养美军 替日本人管理维护占领区 便于日军集中精力和兵力 攻打侵占中国 除此之外 他还干了哪些 祸国殃民的事情 著名军阀 吴佩孚 惨遭谋杀 齐县源为什么被指责为 杀害吴佩孚的帮凶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将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军事大汉奸 齐县源上级 投日 卖地 做帮凶 1938年夏天呢 日本的土肥园机关呢 拟定了一个 南唐北吴的计划 就是他们要 拉出第一流人物嘛 在上海要拉出谁呢 就是做过北洋国务总理的唐绍仪 在北方呢 就拉出北洋上将吴佩孚 这样呢 一南一北 一个掌政一个掌军 共同建立全国性的伪政权 秉承日本遗址的旗舰员呢 就多次登门 劝说他在北洋时期的老上司 吴佩孚 出来为日本人做事 均遭到吴佩孚的拒绝 1939年12月4号 吴佩孚呢 因为牙病 死于北京 关于吴佩孚之死呢 流传有种种的说法 但是吴佩孚的孙子认为 这是日本间谍所谋杀的 旗舰员就是帮凶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吴佩孚的孙子 撰文就是这样说的 而日本呢 侵略者想利用吴佩孚 和蒋介石之间 他们的长期的这个夙愿 企图呢 来敦劝吴佩孚出山当傀儡 吴佩孚呢 在北洋 他的军队啊 就是被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垮的 所以这两个人是有矛盾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一时间呢 在吴宅门前呢 就是车水马龙 军警林立 日本的特务首脑 其行星策色的汉奸呢 这些遂客是络绎不绝 在这种情况下呢 吴佩孚始终不肯出来 在日本人面前呢 屈膝就范 吴佩孚啊 大骂上门来 游说他的齐学员 说你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而且呢 他还骂王精卫 这个著名的汉奸 是无耻下见 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和利用 吴佩孚呢 敢于和日本特务头饿 拍桌子摔茶碗 他提出了日本呢 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 他什么条件呢 就是你日军 全部给我撤出中国 包括东北三省 我要确保我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实权和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 我才能出山 吴佩孚也知道啊 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答应他的条件 因此呢 他就尊尊地教诲他的儿子 说不准当汉奸 这个日本机关呢 也意识到吴佩孚啊 把他拉出来 充当傀儡的这个计划 是行不通的 于是呢 密谋先杀害这个吴佩孚 就是定了这么一个方案 当时呢 已经是冬季了 有一天呢 这个吴家呢 上街买菜 割肉 准备包饺子吃 吴佩孚呢 就在吃饭的当中啊 被饺子馅里边的 一块小骨头渣啊 就卡到牙齿里了 很快呢 牙齦就肿起来了 最后呢 影响到他 他吃饭和说话 吴佩孚呢 就请北京呢 德国医生到家中 来进行诊治 诊断的结果呢 就说 需要把你这个坏牙 整个把它拔掉 但是呢 这个德国医生说呢 家里不具备拔牙的 这个卫生条件 必须住院 进行手术 但是呢 当时的德国医院 都在租界当中 违反了吴佩孚的底线 吴佩孚呢 什么底线呢 他号称是三部将军 第一个 他不爱钱 第二个 他不进租界 第三个 不纳妾 所以呢 他就拒绝了 进租界当中的 德国医院来治疗 这个时候 日本的特务机关呢 得到消息以后 就强行指派 日本的医生 到吴家 给他拔牙 结果呢 导致了严重的感染 腮部肿胀 继而呢 高烧昏迷了 那么这个吴佩孚的死呢 究竟和日本人 和医学员 有没有关系呢 据当时在场的 吴佩孚的孙子说 1939年的12月4号 就日本的特务机关 头子叫川本 和这个大汉奸 齐学员两个 带着日本的医生 到吴家来 强行进行治疗 这个时候呢 家属想阻拦呢 阻拦不得 都被赶到外边 齐学员说 吴大帅 是国家的人 他的所有的事情 由国家主持安排 家属是无权过问的 所以当时呢 是由吴佩孚的儿子 扶住他的头部 包括吴夫人也在侧 川本呢 齐学员在旁边监督 这个日本的医生呢 就用手术刀 在他扶肿的右塞下面呢 气管和静脉的这个当中啊 就一刀下去 顿时呢 血流如注 当时就有人喊了一句 说赶快打强行针 这个日本医生呢 在这个医药包里啊 左早右早早了一番 说我没有带强行针 旋即呢 他又跳到吴佩孚的床上 进行抢救 所谓的进行这个人工呼吸 强按他的胸腔和心脏 经过这一番的折腾以后啊 加速了吴佩孚的死亡 很快 吴佩孚就弃绝身亡了 这个时候啊 吴夫人呢 从屋里出来 痛哭失声啊 告诉守在门外的子孙们 说天塌了 噩耗呢 一经传出 楼上楼下 院内院外 一片大乱 哭声震天 这个吴夫人呢 当场就昏倒了 吴佩孚的随从啊 当时就拔出手枪 要打死这个日本医生 这个日本医生呢 在众多的围警察 这些掩护下 就仓狂而逃 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呢 给吴佩孚的孙子啊 他们的印象十分深刻 他说啊 虽然这个骑卸员 没有直接对吴佩孚下手 但起码 他是日本人的帮凶 所以吴佩孚这么骤然 辞世以后啊 举世震惊 一时呢 他的死因成为 街头相议的一个话题 为了混淆视听呢 日本方面呢 控制了北京的媒体 多方散布谣言 企图呢掩盖事实 但时隔不久 合纵社 路透社 中央社 就做出了相关的报道 使真相啊 大败于天下 比如中央社香港分社 12月17号 就指出了 吴佩孚将军之死 经各方面调查 得惜 无非因病致死 却系经威胁利诱 破其发表新政权宣言 经无拒绝 乘无牙籍 就医致死 重庆的中央政府 对吴佩孚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蒋介石呢 还亲自发表了宴殿 几天以后呢 国民政府和国防委员会 追证吴佩孚为一级上将 平生的事迹呢 存被宣赴国使馆 共产党人呢 对这个吴佩孚 也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董必武啊 在1939年的2月这样说 说吴佩孚呢 他虽然是一个旧军阀 但是他有两点呢 和其他军阀呢 截然不同 第一 他生平啊 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 是关粤 就是关羽和粤飞 他在失败的时候呢 也不出洋 不拘租界 第二呢 吴佩孚做官呢 这几十年 统治过几个省的地盘 带过几十万大兵 他没有思绪 有清联名 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啊 腰缠千万 总算难能可贵 吴佩孚之死呢 虽然众说纷纭 但是当时他的儿孙是在场的 应该说 他们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 旗舰员呢 在充当军事汉奸 做日本走狗的期间呢 还做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呢 他培养了大批的伪军 对抗战造成了怎么样的损失呢 他是如何被抓捕的呢 成为华北地区 第一个被枪毙的大汉奸呢 这些问题啊 咱们明天接着说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